林大師 林大師 各位對賓 我樹莫不英異的唱人 各位來賓 我為你們是各位先生 今天,在菲律宾,在马尼拉进行纪念,74年,80年,以白山双户战略的80年开始, 本人以抗战劳兵收藏,并要参加今天的圣会,个人非常感动。感动什么?不复书、滑桥是革命之魔。 中华民族一诞生,没有怀仇,不复乏。 中华民族,16年来,菲律宵司,立青了菲律宵司,国中的江南区, 中华民族,也有失败。 推翻了几千年的专制政体。 江卫安长,领导、国民族,赢取了八年抗战的胜利,取消了一百多年来的不平等条路, 中国,复习了中华民族,恢复了中国领导主权完整。 并且终极了世界地国主义、政党主义。 第三次,江卫安长虽然,摄取了大陆,但是他到台湾来,分手。 保护了台湾,不是中国的统治,不是马克思统。 保护了台湾,民族自由。 建设台湾三个国主义模范审,作为同一中国的放益。 所以,他到台湾来,不是为了讨厂,更不是为了平安。 今天因为实际的关系 半年抗战的情绪 我已经发了一个料片给各位 我想啊 我不必再重复讲 今天我特意要讲的 就是靠干什么胜利 靠在第二十岁的贡献 台湾现在以及未来 和我们中华美洲的关系 我想讲哪边讲几句 抗战为什么的胜利 简单的说 没有江源长的领导 就没有抗战的胜利 没有抗战的胜利 没有中华美洲 中国人信到四个地位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 半年抗战之间 抗战虽然开始了 所以说灭右万败有什么 从灭右来说 央视全民抗战 但是很多军发 他还要够存生命 抗战虽就是一个名字 所以把枪毙 我们老爸在了解 抗战非福家里面的领导 南京四十一刻 日本人 要求 江源的反派 那这江源就是黄亭山的事 所以黄亭山就是什么 一个城门之后 一样动有脚步 你才真是不错 江源自从拜坏以来 就是几十多佛一致 那完成 这些三民主义 大亚同为三民主义 中国 能够要 十多余 所以如果他愿意承瞒中国 看看之前就可以 天安 如果江源自从泛国 马上没有军化思想 如果江源自从平安思想 那 他 和同王宥一样 他投降到日本 那同王宥会不一样 他如果投降到日本 以他所领导的指导的军队,他们的军队联合起来和德国先达到苏联,中共。 俄罗亚大陆是为德国和德国的战略,美国都不会发生战略的。 中国永远是日本人富有,不可能变成现在世界的强权。 所以我们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必须要认清江户人员,为江户人员的领导,为抗争战。 我们从台湾历史来看,1949年,如果他不到台湾,中华都不存在。 台湾经文一定论,更是真正有词。 那,中国会能量到台湾,让台湾在美国人保护之下,可能老板选不得。 我们交通后,要到台湾来,坚持中华渔国孙中山建国的理想、基础奔斗。 他不是为了团啊,团到美国人保护之后,要拒绝了。 所以,他不到台湾,中华渔国就真不存在。 所以我们所有的侨胞,大家都热爱中华渔国。 今天我们必须要吃了,江户人员,江户人员,不到台湾来,中华渔国就不存在。 今天不然中华渔国存在,目前我们是另一转发。 虽然我们的促进很艰难,但是由于僑胞的生死,我相信联皇师村终究要从水共山路线。 中华渔国建国的理想,现在虽然遭遇了很多困难,但是我们还是聪明人管。 只要我们坚持,我复苏渔国的建国理想奋斗下去。 这个东西很具体的例子。1949年,到台湾,无论什么30岁。 老同胞就在以后,就一直讲话。 他说,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失败。 当时我们是,大家知道28战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之中,占了半个地球。 所以,我还不要受怀疑,马克思主义怎么会失败。 可是,事实上,不到四十年,1991年,苏联在此。 今天,所有的大陆同胞,刚才我问,路上伯伯一位伯伯,不是想说是不是马克思主义。 嘿嘿嘿,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三国主义民族主义,是我们终于不能够完成的。 我们在台湾是一个民族主义,大陆现在所有的市场经济,现在更容易。 而我们现在大陆的区分,是民权主义,大陆是当传者,我们是民族主义。 但是,我们要相信,两个人之间,老公们到台湾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为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所以我们不惜拼准你中国,我们不需要你路易联合中国。 所以,如果路易联合中国,那一个开放进化的中国,最后被人开放过来。 现在不过来。 所以,因此,从此,国家谈到两百关系。 由于江东后,他到台湾来坚持要建设一个三民族裔的台湾省。 同时,这个三民族裔的台湾省,推广了重建大陆,成为一个三民族裔。 自由民族裔的中国。 我想,虽然他已经不在了,他的这个意志,我们要传承下去。 所以,因此,到江源长江湾的历史之位,采取了一种非常的应该, 算是牛逐,我们还不负责。 所以,因此,我们个人团圆大抗战的真相。 作为我们传承给下一代,作为我们共同的一个目标。 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在马尼拉,我们看到我们的同志们, 还收集了这样的抗战,这样的实践,我非常的钦佩。 我过去四周年来,我的黄源人抗战的实践做了很多, 但是,我还没想到,我们马尼拉的乔包,菲律宾的乔包, 这样的人都没这样重视,我非常的钦佩。 一只在成为两岸关系。 两岸关系,如果是从我们讲同的意思, 从来没有独立的问题。 所以,台湾从大陆两岸关系, 这个是内政关系,但是有多其一部数。 两岸关系,这是制度的问题,不是同党的问题。 同党没有模糊的原因。 这一部数。 六十七年来,差不多前四十年, 我一直跟两岸关系,从作战保卫台湾,到两岸对峙, 最后,到两岸交流接触,到九岸共识。 我可以说了,我都是三人之一。 所以,我们从1979年到1971年到1922年, 我们真的是领悟了欣慰。 我们失败了。 失败了。 但是,我们坚持的中国人是,所以退出来了。 1972年, 美国和中共同家写了一个上海公报。 上海公报说, 世界上是一个中国,美国不是。 上海公报说, 台湾是多过一部分。 但是,美国, 大陆成, 就是台湾问题,要红结。 我们看这三年, 我们没有参加上海公报。 但是,这三年, 因为我们中华民, 有几本地国理人政, 没有一个。 台湾是多过一部分。 他没有说台湾是中国人, 中国人。 所以,后来, 大陆说, 世界上是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人的部分。 中华人, 如果我们是代表中国人, 以后把政府, 我们不成, 我们不结束了。 他人家和平同意, 一国两国, 我们是不成, 不结束了。 所以,我们当时, 是为三不正直。 三不正直是什么? 不结束,不谈判,不吵析。 我们, 两年, 交活了三十年。 从1949到1979, 三十年, 最厉害的, 是巴尔山报站, 大交统治疗。 停火了。 然后, 这个停火, 我们会参加台湾。 这就是与宇宙共识。 美国和中共建交建筑, 但是换出了台湾的停火。 所以, 我们停火了一个, 台湾三十年, 经济建设。 停火了, 我们减少, 最近减少了戒严, 台湾的民主化。 所以, 两万的交流, 最后会到, 原来是忽不承认, 要互相逢认。 但是, 我们最后, 台湾, 拜登港湾, 1992年, 就是我们做行动人员的。 在香港台, 就是, 四条之一的中国, 中国,大陆同台湾, 比较不承认。 但是,大陆说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 蒙不承认。 蒙不承认。 蒙不说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 大陆不承认。 但是,最后, 为了使得, 台湾社会, 台湾社会, 很多开会, 这两个会开会, 前期就是, 新而出的一个中国人。 所以, 我们, 最后, 港湾, 苏联上这个法制行动, 不可能。 但是, 最后, 可不容得到, 我们, 雙方都是一个中国原则, 但是, 把米特中国的厉害呢, 我们各自抗日的标准。 第二年, 1992年, 新加坡总的领导药, 到台湾来, 我叫吴建太坊。 我请他帮忙, 在新加坡举行, 两位出发会。 这个会开成功了? 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大陆过去的, 你再来说, 中华人物不存在。 现在, 至少是说, 不否认中华人物, 事实上还是存在。 我们过去不承认中华人物, 但是我们的事实上存在, 中华人物, 中华人物, 现在是存在。 所以, 找到了一个互不分的论。 所以南蛮开始, 教人教。 南蛮, 可以说, 本来是很好的, 结果, 来个梁国论。 道路说, 一个都不了, 这这么高梁国论。 我们停下来, 已经停了二十万。 南蛮也就, 在做中国, 中国, 重新, 恢复了, 雅魏的会谈。 所以, 九二共识是什么? 九二共识, 一种目标, 和平共存, 和平发展, 将来, 我们到了一个, 和平农民。 这次的台湾人民, 在中华民的协助支持之下, 最容易, 大欧也同意, 九二共识。 特别是, 雅魏的主公小姑息, 正在雅魏的八年, 从胡锦岛通电话, 接着我们, 两岸三方的关系, 造成九二共识做。 所以, 马来, 与我们的八年期间, 两岸关系的发展, 非常的快, 互利双赢, 现在咱们, 的九二共识, 但是不管正面, 我们今天啊, 我们话要说, 九二共识, 使我们, 台湾人民, 和中华民国, 和中华民国的先人体制, 来自大陆人民, 我们可以说是, 很相同, 命命相同。 这是我们唯一走向洪平发展的道路 因为所有阎王子孙都是犹豪 最后我们再把抗战一起简单的顺序 抗战是我们用实力来挥挥最大,范围最广,牺牲最惨的一个战斗 而成为最辉煌 这是我们中华时代的子孙永远的精灵之策 这是本能信心而持续努力 我们要抗战历史分向传建的下一代 海地外地,下一代 所有阎王子孙,我们都可以抗战圣地回応 抗战胜利是我们中国人战胜来的 中国人哪一点战胜来的? 不是1949年11号 中国人是1937年7号战胜 中国是二次大战的唯一 所以,一个五九六号的国家 我们是凡净的战胜 这是二次大战,要从七七算起 中国是组织的 要从1945年8月1号,8月15号结束 这才是二次大战结束 所以,我们是二次大战期间 那时最久,牺牲太残 但是,我们贡献最多的 这是我们中国美洲十四代子孙的朋友 来到这里在马尼拉 现在一个期限 但是,我特别强势的内容 不是人家人家说清楚 但是,要点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草莽 特别是年轻人家的了解 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们 市政纪念品 与主持主讲人 好,前院长,胡春上将 首先是由我们 这个联合举办的单位 菲华文经总会 菲律宾中山学会 菲律宾华球